好,这个花莲境内呢,是连续了6天传出确诊的病例 那么花莲市清洁队也是展开了密集的清销作业 6天下来动员了12车次 36名人力,清销是超过了100条的道路 那么市长魏嘉贤表示 环境清销工作,事工所会全力的执行 但请民众不要疏忽了防疫的措施 同时各福气站和活动中心已经是暂时关闭了 请大家一起来加强防疫作为 花莲境内疫情持续升温 花莲市清洁队从3月31号接获确诊个案通报以来 每天都密集展开清销作业 市长魏嘉贤表示 事工所会全力执行环境清销工作 也呼吁民众不要疏忽个人防疫措施 同时福气站和活动中心都暂时关闭 请全民一起来加强防疫作为 那我们这几天气队员 从早上到晚上 持续不断的来做相关的清销 也接获相关足迹的部分 来做相关的一个消毒的部分 那在消毒后 也请民众能够放心跟安心 但是千万不要掉以轻心 那我们还是要呼吁所有的民众 你如果说出外 还是有跟足迹重叠的部分 还是要做好自身的管理 才能够保障家人的安全 那接着我们还是要提醒所有朋友们 那连续假期过后就是开学的 那很多上课的孩子们 还是要注意有没有感冒或发烧的症状 如果有的话要请尽数的来做相关的检查 那保障所有学校老师跟孩子们的安全 我们在服气站的部分 已经暂停两个礼拜来看 整个中央的一个防疫的规范 来做相关的调整 那有些活动的部分 我们会陆陆续续的来做相关的一个调整 让所有的安全信心 等到防疫的规则跟准则到位之后 我们来做相关的放宽 那我们希望大家还是要耐着性子 有些地方能够减少出入的部分 就是减少出入 那这样才能够保护自己 也保护自己的家人 花蓮市清洁队六天下来 动员了12车次36名人力 清香花蓮市超过了100条道路 市长强调 公共环境卫生是公所会尽力来维护 而个人防护部分 就必须靠每一位相亲自我防疫措施 请大家落实防疫准则 共同阻断疫情传播 介络会欢迎市报道